台股進入封關倒數指數只有更高 沒有最高嗎 因為今天在台積電的領軍之下 又大漲了147點 是收在18196點 是連續兩天創下了歷史新高 這超強的走勢 讓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 在臉書上面大讚台股 說就是一個壓不扁的玫瑰花 因為其實過去兩年 外資在台股是提款了超過1兆元 但是指數反而是大漲6000點 萬八竟然不是壓力 拳王台積電領軍台股28號持續高飛 指數大漲147點 收在18196點 連續兩天改寫歷史新高 超強走勢 大概連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都驚呆了 謝金河在臉書上大讚台股 就像玫瑰一樣怎麼壓都壓不扁 因為其實這兩年 外資是把台股當成了提款機 領了超過1兆元 但指數卻上漲超過6000點 外資反而還淪為韭菜被收割 雖然適逢外資聖誕州放大架 加上驅動IC大廠瑞鼎 27號申購首日就爆出26萬筆 動資超過1500億 讓台股量能持續偏低 28號僅有2592億 不過股民也不用擔心 因為看看過去7年 內資主導的台股封關州 仍是漲多跌少 平均漲幅1.66% 2萬點應該是有可能 它是個全球面臨的因素 而且它資金通膨這個部分 有可能會被控制 但是其他通膨部分 其實目前看起來 可能還會持續慢慢緩慢的往上推 通膨恐怕打擊企業獲利 雅西外資倒是直接把台股 明年的目標價維持在16000點 建議選股要從防禦性產業龍頭 及2022主軸下手 店名台積電 鴻海 信華 同心電等個股 土陽法人台股看法不同調 看來2022選股不選市 才是上上之策 東森財經新聞 柯黃明 葉子晶 台北報導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